哈佛家训 交换人生 一个体弱的富翁 一个健康的穷悍 两个人都相互羡慕对方 富翁为了得到健康 乐意出让他的财富 穷悍为了富有 随时愿意舍弃健康 一位外科医生 发现了人脑的交换方法 富翁赶紧提出和穷悍 交换脑袋的想法 这样富翁就会变穷 但是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 穷悍会变富有 但是将要与病魔相伴 手术终于成功了 穷悍成为有钱的富翁 富翁成了一个健壮的穷悍 成了穷悍的富翁呢 由于有了强健的体魄 因为他有着成功的意识 他渐渐的呀 又激起了财富 可同时 他总是担忧着自己的身体 一感到些微的不适 就心惊肉跳 由于他总是这样的担惊受怕 久而久之啊 换来的好身体也就渐渐的垮掉了 变成了富翁的穷悍 总算有了钱 但是身体孱弱 然而 他总是忘不了自己是一个穷人 他不想用患脑得来的钱 建立一种新的生活 而是不断的把钱浪费在无用的投资里 不久啊 就挥霍一空 又变成原来的穷悍 由于他无忧无虑 疾病不知不觉的消失了 他又像以前那样 有了一副健康的体魄 最后啊 两个人都回到了原来的模样 要改变世界 必须先改变自己 我们的生活并非本来如此 只是我们以为它就是如此 人生的情景 总是按照你认定的样子出现 因为我们总是这样 我们就永远无法那样 等会啊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